哈喽大家好,我是志成 今天盘点一下新兰五类的低性价比工作 要求高,但薪水很低 要求高,薪水低 这类工作会给人带来一种入错行的感觉 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从今年的四月份起 法定最低时期涨到22块7牛币每小时 相当于做一份全职工作 每年的收入大概在47牛币左右 在高通胀的今天 低性从业者很难满足基本的生活 这第一类就是幼师 幼师今年的期薪是51000多牛币 如果你有学位的话 这个数字会逐渐增加 到13年的工零时会增加到7万多 这第二个职业就是受益护士 拥有五年从业经验的受益护士 也就相当于法定的最低时期 这个职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有学位,但收入不是特别高 这第三类工作就是高等教育助教和图书馆助理 他们的最低薪水为每年41牛币左右 如果跑去学校假期的话 比法定最低工资高一点点 这第四类工作就是美发师 虽然大多数美发师都需要证书 他们的平均年薪在55000牛币左右 如果是高级美发师 可以通过拿佣金他们的生意挂钩 第五类工作就是救车的职员 他们每周工作大概42个小时左右 然后年薪大概48000 这种不平衡可能会让这份工作缺少吸引力 在我们看来这几项工作其实都算能高薪 但是实际来讲还不是特别高 如果你有不同的观点欢迎评论区留言 好,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